相信大多数人认为我的世界里最稀有的生物是蓝色美西元对吧 但实际上还有大量其他的非法生物 老玩家们应该都知道 首先出场的是僵尸马 只有极少数的人在生存里见过 如果要获得它需要前往无限维度 正如你所看到这个世界的与众不同 然后再建造一个平台让僵尸马在这里生成 可是老哥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僵尸马的生成几率为0.0002% 所以只能先挂机然后去搜寻其他的非法生物 接着是杀手兔 获得他需要前往14W28A版本 并且所有的兔子都有25%的机会成为杀手兔 老哥将捕捉到的生物全部都为他们建造了笼子以便收藏 而且还是随着稀有程度捕捉 直到最后你们可能都没见过 所以接下来要捕捉的是没有见的僵尸猪灵 这需要前往2013年的愚人节版本 在这个版本里有很多的生物和方块都重新改变了皮肤 而当你跟猪灵说话时他会注意到你 接着将它引回主世界 然后由于他手里的告示牌没有被转移 所以猪灵手里什么都没有 也就没有了剑 下一个是骑着昆昆的村民 获得他首先要得到一只僵尸昆昆 他有3200分之1的几率出现 而老哥为了节约时间决定建造一个农场 开启农场后刷出生物都会掉落到底部 而刷出的僵尸昆昆则会沿着这个管子来到一个不会消失的区域 然后再使用金苹果将僵尸变回村民 就获得一个骑着昆昆的村民 接下来是两只生物 骑在骷髅马上的凋零和流浪者 获得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等待闪电将马转化成骷髅骑士 再将血粉与骷髅骑士放在一起就会得到一只骷髅流浪者骑士 而骷髅凋零则需要前往1.9版本 并收集大量沙子烧制为玻璃 然后建造一个地狱门玻璃平台 等待着闪电的击中 再将它引入下界 而1.9版本中有个特性 当一个骷髅在另一个骷髅上生成时 会有几率变成凋零 所以老哥也成功地收获了这俩 下一个生物老哥准备先前往一个叫3D深窝的地方 在这里可以获得一瓶加幸运值的药剂 有了幸运值的加成老哥才能获得这只速度最快的马 它可以在空中跳过34个方块 并且跑得比翘势还快 获得也很简单 在这里输入指令即可 然后转移回主世界就完成了 接下来也是两个生物 骑在昆昆上的僵尸珠灵和逆尸 这需要前往18W66 找到刷怪龙再通过水变成逆尸 在这个版本里 它们有1.5%的几率会骑上一只昆昆 而老哥也足足等待了两个小时半才得到一只 将其转移回房间后只差僵尸珠灵昆昆了 而他也需要前往20W1版本 同样的建造一个株林农场 并且在这个版本里有6%的几率成为僵尸珠灵昆昆 再次经过两个半小时 老哥也成功得到了这只生物 接下来这只生物你可能没见过 一只会下钻石的昆昆 获得他则需要前往2.0里的愚人节版本 通过百度得到的消息 这只昆昆是蓝色的 所以老哥很快就找到了 不过下的不是钻石而是一些青金石 但也足够了 可是不幸的是老哥无法将其带回 所以只能就地为他建造了个笼子 说了那么多远古版本的生物 接下来的两只都能在目前版本里找到 那就是巨型僵尸和幻术师 要获得巨型僵尸还得再次进入无限维度 因为巨型僵尸生成的方式 要低于11大于8的光照水平 但在无限维度里则不需要这个条件 而又因为它的体型巨大也很好找到 再建造一个巨大的地域门 将它传送回主世界即可 而幻术师也同样需要在无限维度中获得 可是老哥却不知道它在哪个维度 并且维度世界存在超过20亿个 因每个维度5分钟的速度 也需要大概22年的时间 所以老哥只好再次百度 就精确地找到了那个维度 在这里也成功地获得了幻术师 然后再带回它的名字 下一个是一堆生物 一堆重叠在一起的生物 要做到这点需要来到2022年的愚人节版本 一次只能拿一块 在这里你可以将生物堆叠起来 首先是体型较大的熊猫为底部 接着是勇敢牛牛 然后是小羊 猪猪和昆昆 最后是兔子 然后再把它们带回主世界就完成了 下一对也是堆叠生物 堆叠的赤足兽 不过目前只能看到堆叠的两只 要获得三只只能前往20w7 这是赤足兽刚出的版本 所以老哥在搜寻一番后就看到了三重赤足兽 接着再把它带回主世界 接下来的生物也是在22年愚人节 一次只能拿一块版本中出现 因为可以用这些方块套在村民和换魔者头上 从而变成非法生物 但这需要一个工作台来制作这俩方块 又因为在这个版本里无法制作工作台 所以老哥只好去往云山村庄 在这里有几率会刷出工作台 然后放进一个洞里再用木头包围起来 就会生成一个桶 接着就是套在村民头上 紧接着是换魔者 需要先找到一个南瓜 再找到沉传遗迹 里面有铁块可以制作成剪刀 就可以雕刻南瓜 接下来就是前往灵地伏地里 将南瓜头套在换魔者头上 就像这样 现在老哥只需要将它们转移回笼子里 就收集完成了 而接下来的生物是手持盔甲的敌对生物 这需要前往1.8.9版本里 找到一个身穿盔甲的敌对生物 因为在理论上1.9之前的盔甲 将是在你将它转移到1.9以上的版本时 它会存在某种特性 将穿在身上的盔甲变成拿在手上 而这也是唯一的生成办法 下一个生物你可能从未见过 那就是凋零骷髅蜘蛛 首先也是回到11w49里获取蜘蛛蛋 接着再回到1.10.2中 并进入下届生成这些蜘蛛 并且每一次生成蜘蛛时 都有1%的几率出现骷髅蜘蛛 而且生成的骷髅蜘蛛 还有80%的几率变为凋零骷髅蜘蛛 所以说获得凋零蜘蛛的几率为0.8% 不过幸运的老哥只经过了两分半 就出现了凋零骷髅蜘蛛 带回笼子之后 老哥就决定将三个boss也困在他的牢笼之中 首先是凋零 但直接召唤出的凋零会破坏牢笼并逃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需要障碍方块 这还要回到20w16位中 进入下届找到堡垒 然后清理容颜底座放置一个分配器按钮 然后再回到1.20时抓住一个障碍块 并将其扔到头上 就这样才能困住凋零boss 接下来是寻生守卫 为了安全地将它请回到主世界 老哥准备了大量的图腾 并挖了一个2000格的通道来连接牢笼 不过首先要给他制造包房 并制造一个可以发出噪音的装置 以便寻生守卫不会消失 准备好一切之后 就可以开始观看老哥的精彩操作 当然结局还是美好的 接下来就只剩下墨影龙了 这需要将它从墨地运输到主世界 然后以某种方式困住它 因此老哥的计划是在一次一方块中进行操作 找到一个废弃传送门修整一下进入下界 再到堡垒里寻找箱子 因为这样可能会在箱子里找到传送门框架 再然后来到墨地利用小白打破水晶 最后只需要骑着墨影龙飞往虚空之中 就会被传送到主世界 接着再前往15W47C版本里建造一个墨石柱 顶部放一艘船就能将它困住 再利用飞行器慢慢地将它移动到它的牢笼里就完美收容 如果我重建60个MC生物群系会是什么样的 但由于预算原因我不得不缩小每个生物群系大小 让我们从一些简单的生物群系开始 比如森林花海和最后的日光平原 我本以为应该不会花太多时间 但光只是寻找向日葵我就发现 什么时候向日葵变得这么稀少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找到 我准备花50个小时来完成这项挑战 现在平原生物群系都已完成 但计时器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 所以我不得不加快速度建造接下来的几个生物群系 接下来要建造的生物群系将是林地府邸 但为了建造这个生物群系 我需要收集所有的材料 然而上次我去林地府邸的时候死了 所以我需要一个新的游戏计划 因为掠夺者一直在杀我 但是如果我有一些诱饵能引开掠夺者 我就可以安全地收集所有材料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 我怎么引诱这些掠夺者 于是我叫来了我的好朋友温佐 他很乐意来帮我 所以我们出发寻找林地府邸 准备好后我们开始工作 当温佐在杀怪物的时候 我忙着在林地府邸里挖掘 所以现在我有了所有的材料 我和温佐分开后 我开始建造星光生物群系 我们还有51个生物群系要建造 他们不会自己建造 现在是清晨5点 我还在这里建造 但如果我去睡觉 我会浪费很多时间 我刚刚找到一个不错的生物群系 这意味着我应该能够完成这个挑战 不久后我们终于开始在雪地生物群系上取得一些进展 总共有8个 尽管更多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同时我还完成了顶层的其他生物群系 这看起来真的很不错 而且它非常的安全 但是这个生物群系还缺少一些东西 所以让我们去蘑菇生物群系找找 Serious Why does this keep happening And there he is Please don't hurt Norman Norman mate You're coming with me Let's just hope the owner doesn't get mad at me for this No I'm such an idiot So now we finish the entire top row And now I have to do that All over again 时间在流逝 我必须更快 所以我马上回去工作 开始建造接下来的几个生物群系 这些生物群系现在都已经完成 现在我们要去寻找珊瑚礁生物群系 幸运的是应该有一个大约3000个方块人 它应该就在这里 此时情况还不错 但后来我意识到 接下来的生物群系是深暗 上次我去深暗时感到非常害怕 我几乎已经死了 而且时间也不多了 死亡不是一个选项 但我有一个主意 在这个服务器上 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深暗玩家 他裸体杀死了光明首位 我不是在开玩笑 所以我和他通了电话 我们一起前往深暗 What? Chief, this is my last total Miles, I have like Oh, I'm supporting another one I've got like so many How many are we... Miles, there's some cool stuff here I never really thought about Oh, Diamond Chief, I'm going to I'm going to die Well, you know wha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tried your best Chief,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right now God, I'm having a great time Thanks for bringing me, Miles I appreciate this What have you gone? Have you left m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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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eft A long time ago What? 為了完成洞穴部分 我添加了一個繁茂洞穴生物群系 我還在這個象限的其餘生物群系 地下部分已經完成 但現在我要建造剩下的部分 也許你會想知道我如何建造虛空作為生物群系 其實很簡單 我只需要挖一個通往虛空的整個洞 然後我會打破基岩 如果這麼容易就好了 但幸運的是有一些可以让你打破基岩的機器 我忘记基准在哪裡了 然而這種方法需要很長時間來完成 所以如果我想在時間內完成 我必須加快速度 终于取得了一些进展 我一直在担心这一点 但我想现在是时候去地狱了 我们需要从五个不同的生物群系收集材料 所以不应该花太长时间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建造所有这些地狱生物群系了 进展顺利 但我只希望在这之后 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建造最后的生物群系 所以我们有一个问题 为了建造龙系生物群系 我需要龙蛋 当我去收集时 我看到了布兰西安 他从我那里偷走了龙蛋 这真是太好了 所以我猜我只能发消息问他要龙蛋 现在我们去完成这些墨地生物群系 第一个生物群系叫做小墨地群岛 首先让我们添加一些小岛 就这样这就是全部 我收到了布兰西安的回复 他不知道 嗨 Banzi 请回答 你剪较近 现在我们要去拆除整个墨地城市 现在让我们收集一些粗花 并最终完成这件事 他还没有回复我 我还剩下30分钟来完成挑战 但我不知道 我不认为布兰会及时回复 我一直在刷新服务器 看他是否登陆 我甚至试图查看他整个基地 他还没有一样 所以在这段时间 我还没办法做什么 我只能做是等他回复 但如果不是 我失败了 挑战 你真是真正的吗 是我的世界中的最强甘地 就连Dream看到他都闻风丧胆 而他今天将要完成一项新的世界纪录 最快从零级升到一千级 而在开始前 甘地经过计算 要想完成这个挑战 需要大概4339700的经验值才行 而这样庞大的体量 让甘地都觉得非常疯狂 为此他甚至还另外建造了一个号称 最快的经验农场来帮助自己 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他如何完成这个挑战 游戏开始 甘地先将目标选择在了之前建造好的仙人掌农场 这个农场每小时可以生产54000个仙人掌 而通过工厂底部的超级演练场 甘地只需要放置前影盒机器就能自动运作 而收集的经验就会储藏在煤炉的漏斗中 因为是第一次将农场用于这种情况 所以甘地决定先将马力开到最大 用两个小时来测试一下经验产 当两个小时后 前影盒被装满了62200个仙人掌 现在甘地只需要打破熔炉下的所有漏斗 就可以获得里面的经验值 当最后一个熔炉加工完成甘地的等级来到了134级 这意味着它在通往1000级的道路上已经完成了10% 但随着等级越高 接下来需要的经验也越高 如果说使用这个农场到达134级需要62200点经验值 那么到达1000级就需要4339720点 如果换算成时间的话就需要整整6天才能完成 所以这漫长的等待时间是甘地无法接受的 于是他只能放弃这个农场再来到下届试试这个黄金经验农场 这个农场可以每小时产生650块金地 但到底能产生多少经验甘地也不得而知 所以接下来只能启动装置将答案交给时间 同样两个小时 这次甘地的等级到达了226级 经过计算他在这里获得的经验值是13500点 显然是仙人掌农场经验的两倍 也就代表所需要的升级时间也会减少一半 这也是目前收集最快的农场 可甘节实在深的甘地并不打算止步于此 他又一次地赶往了墨地 尝试了另一台机器 这是一个墨影员的农场 甘地决定还是同样的配方同样的时间再进行一次测试 就这样测试到20分钟后 甘地发现了一个情况 持续的等待会让他的饥饿度快速的流失 为了不频繁的进行进食 老哥决定在农场旁边搭建一个信标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还在通往信标的道路上洒满了水 避免莫影人的刷新 现在甘地的一切指标都恢复正常 也可以重新进入工作状态 但由于之前两个农场花费了过多的等待时间 所以这次甘地没有在电脑前等待 而是利用这个间隙跑到失望活动了一圈 等两个小时后甘地再次返回又查看了自己的等级 现在的经验来到了292级 这一次他获得了超过14万的经验 如果继续下去再需要61个小时就能完成挑战 对比其他玩家的农场 甘地表示这已经是最快的方法 可其他人的极限只能代表甘地的底线 于是更疯狂的想法出现了 甘地计划借鉴妮可老哥的农场 为自己再重新建造一个更强的农场 速度也将是莫影人农场的两倍 而为了确保观看过程中粉丝的甘免受伤害 甘地又叫上好基友罗宾加快了这个施工的过程 然后他们来到一处巧克力加工厂附近找到了前少展 获取到了一些村民并开始疯狂繁殖 在清理一些碍事的地形后 甘地开始了最后的建造 这个工厂附近的地方 过程中掠夺者还高兴地为甘地刷起了火箭 就这样发费了两个小时后建造终于完成 有趣的是由于选址的问题 周围生成了无数的掠夺者准备讨伐甘地 没有办法甘地只好将他们请进了农场进行友善的交流 随着信标的启动 农场快速地进行运作 两个小时后甘地就从293级升到了382级 这就代表现在获得了25万2000的经验量 工作效率显而易减 现在离1000级也越来越近 随着机器持续地工作 甘地甚至放心地躺下睡了一觉 可虽然你看到的是短短的几分钟 但实际上已经过去了漫长的27小时 随着最后几只掠夺者的消失 甘地终于在历时35个半小时后完成了最后的挑战 他表示如果一开始就使用这个农场 至少还可以再节省两个小时 Minecraft中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物品 有些方块你甚至从未听说过它的存在 例如这一张半人床 还有着不明所以的紫色一坨 但凡拿到一个就能上键膜节目了 而今天我们的老哥就要挑战及其所有的古怪物品 首先从比较简单的深版颜绿宝实况开始 由于这位胡子哥是位生存大佬 所以他库存中早已保留了这一方块 另外还有深层煤矿 下一个是负血草方块 这一个还是相当罕见的 但看过往七视频的肯定知道如何活动 胡子哥自然也是 他早就在很久之前就拿到了这一方块 第三个物品是猪人头颅 这也是老哥手中没有的 需要自己收集的第一个稀业物品 为了获得这个物品 需要一只苦力怕 先遭雷劈变成闪电形态 这意味着老哥或许需要静候雷暴天气到来 这或许会花上数个小时 但好在老哥的极限存当中 早就圈养了一只闪电苦力怕 所以他必须好好利用这只小虎 随后老哥来到下见 找到了一只喜欢被电击的猪人 将他困在传送门那里 之后返回主世界 不断引诱苦力怕进入传送门 他没有失误的机会 只能一次性成功 就这样 老哥成功拿到了第三个稀有道具 猪人头颅 并将其放在了自己的头颅补物馆里 第四个稀有道具 是无头活塞 这是基岩破坏装置 在爆炸的一瞬间 活塞的一个形态 但胡子哥要设法 拿到一个永久的无头活塞 让我们瞻仰一下 他倒是如何做到的 有一层的铃锅 有一层的铃锅 一个屁股 一层的铃锅 一层的铃锅 是能够炸的 然后把封堵炸能够的 然后把封堵炸起来 然后把封堵炸起来 这层的铃锅 会让封堵炸起来 但是它会有反应的铃铃锅 但我不要那 我需要一层的铃锅 所以我俩会把封堵炸起来 然后打开封锅 然后把封堵炸起来 然后把封锅开封了 用了 虽然没听懂 但是老哥他做到了 无头活塞捕获成功 但是由于这个状态十分特殊 一旦失去了红石信号功能 无头活塞就会碎掉 所以老哥能做的 就是在它下面放置一个红石块 然后让它静静待在这里 想要拿到手里是完全不可能的 下一个物品倒是完全可以拿到手中 但是收集它需要一种非常特殊的道具 那就是猪王 大家可以猜一下 它的目标是什么方款 首先老哥来到了海底 找到了一处杀力聚集的区域 随后挖到底部 撑出了一个小空间 没错 这次老哥的目标就是可疑的杀力 由于可疑的杀力在打掉之后 不会掉落任何东西 所以获取它的途径 只能通过其生成的下落的方块 超时而掉落拿到 所以猪王在这里 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然后我们直接裁起了小屋 然后我们构灭 然后把小屋放在杀力 看看如果一张屋 在最多的30秒中的阻力 就这样胡子哥成功拿到了可疑的杀力 就这样胡子哥成功拿到了可疑的杀力 另外还有一种可疑的方块 叫做可疑的杀子 可疑的杀子会自然生成于沙漠神殿内部的地窖中 沙漠水井下方 热带海底废墟中 找到之后 就可以用同样的珠网获取法 拿到这个方块 接下来要找到的方块 大家同样非常熟悉 那就是粉色羊毛 粉红绵羊的刷出概率 只有0.164% 所以老哥必须花费一点时间来寻找了 因为飞在天空中 所以他很难分辨佩奇和粉红羊 所以他必须保持专注 另外他还发现一只棕色绵羊 他的刷出概率只有不到3% 有点珍惜 但不是老哥的目标 之后继续寻找粉红羊 在这途中 他又发现了一处灵地府邸 在这里或许能找到另一个珍贵方块 那就是自然生成的钻石块 钻石块大家都有 但是自然生成的 只能在灵地府邸的黑药室房间 和熔烟房的中心找到 遗憾的是 老哥并没有找到这两种房间 足以看出钻石块的稀有 之后老哥继续探索 终于找到了粉色绵羊 收下了他的毛衣 随后继续探索 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灵地府邸 这一次老哥就比较幸运了 找到了那个传说中的黑药室房间 就这样老哥成功捕获野生钻石块 随后老哥回到了自己的基地附近 然后重新在半空中 把那个无头活塞生成了一边 因为他要在这里 建造一个极其奢华的展览平台 平台建造完成之后 他要将所有的珍稀物品再次展览 总数是35个 之后要拿到的两个稀稀物品 是漂浮的岩浆和水 这听起来匪夷所思 但是我们帅气逼人的胡子哥 自有办法 他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游戏经验 熟练地建造了一个更新抑制装置 这样就可以轻松得到漂浮岩浆 对于漂浮的水也是 同样的道理 另外这个更新抑制器的作用 可远不止于此 之后的20多件珍稀物品 都要靠它取得 比如这两颗半朵花 随后还有半块玻璃 半块栅栏 半块石头 五尾活塞 半扇门 半个双箱 以及漂浮的拉杆和梯子等等 这些稀稀物品 看起来都大同小异 我估计在座各位都审美疲劳了 但是这最后一件 绝对会让你眼前一亮 那就是贴图方块 这也是最难取得的一个方块 老哥需要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 他先是简单装修了一下自己的展览馆 然后将手里的所有装备 全部安置好 看到这里 我相信已经有小伙伴明白 要怎么做了 没错 老哥要将游戏降级 因为那个贴图方块 只能在1.9版本才能获得 拿上了一些必要的物品之后 老哥飞到了离基地足够远的地方 因为版本降级之后 玩家周围的地形会重置 他可不想自己的基地瞬间消失 随后成功降级 来到老版本下的存档 然后找到一只墨影人 将其困住 与其共处一室 在旁边中个仙人掌 等待涨高 就这样老哥成功捕获野生贴图方块 另外 这方块还有个有趣的特性 但遗憾的是 这个方块最多能带回到1.12 回到最新的1.20之后 它就会变成普通的仙人掌 但除了这一个小瑕疵之外 老哥的珍稀物品展览馆 还是很有趣的 这是盔甲纹饰 它有着超过1000种不同的组合 而今天这位玩家将要全部收集出来 但要做到这一点 他首先需要收集出16个基础纹饰 接着需要大量的钻石 因为可以用7个钻石 复制出每一个纹饰 但你可能会问 它到底需要多少钻石 理论上来讲 每一行有10种不同的颜色 但是因为有16个基础纹饰 每一套纹饰有4种风格 所以总共就有640个纹饰 然后将640乘以7 就得出4480颗钻石 而且这还是一种材料的情况 如果要想将每一套盔甲做出 那则需要超过3万颗钻石 但当你以为它要纯手 干出那么多的钻石 你就错了 因为靠干出3万颗钻石 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需要一台完美的盾购机 这台机器最酷的地方在于 你可以构建任意多的模块 但是构建这台机器 需要两种主要材料 第一个是铁矿 这个可以很容易通过铁农场来获得 第二个是下戒残骸不容易获得 所以玩家只能去往下戒 花费两个半小时才收集出来 现在这两个材料都得到 就能开启盾购机了 再次经过一个小时 它获得了288颗钻石 想象一下 如果有35台盾购机同时工作时 那么会得到多少钻石 所以 但当它完成建造时 出现了一个小问题 这些刷出的怪物会破坏机器 所以它将游戏设置为和平模式 接着就同时启动了35台盾购机 就这样经过了整整40个小时 它就得到了所需要的3万颗钻石 现在就能开始复制纹饰了 但在此之前 它做了一件小事情 那就是 它用钻石建造出了一个巨大的金字塔 以此来表达它不小心打破了世界纪录 回到现实 它不得不恢复原状 然后接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动作 直到完成复制 现在 它终于可以制造皮甲了 再次经过两个小时后 获得大量的皮革 接着用皮革制作盔甲 最后再放置在架子上 但正如你所看到 皮甲还差了几个颜色 因为它目前为止 只有这几种材料 所以准确地说 还差这四种颜色未收集到 第一个是铜 可以靠挖掘获得 第二个是青金石 只能与商人交易 第三种是紫水晶 它只在晶洞里才会刷出 最后一种材料叫铸块 为了获得铸块 玩家将顿购机重新给改造 但就只获得38克 但不管怎样 它还是完成了剩下的皮甲 接下来制造的是索子甲 这个可以通过击杀怪物 和村民交易获得 但为了更加效率 玩家选择直接建造出一个村民交易所 将这些无家可归的村民 都困在陷阱里 让他们干一辈子活 只有这样 玩家才能只花一颗绿宝石 就能交易到索子甲 最后 它也将所有的索子甲展示出来 但完成之后 玩家觉得 就这么把展示台放在这里 有点太危险 所以它决定 建造出一个巨大的保险库 来存放这些展示台 首先要清除得到一大块区域 然后把所有的架子 都整齐放上去 接着 为了达到出银行保险库的质感 它选择用石英块 作为墙壁建造 最后再利用红石 建造出了一个机器 现在 你只需要按住前进 就能进入到一个 拥有上千个盔甲的保险库里 当然 还有铁甲没有完成 于是 玩家再次利用铁农场 获得大量的铁钉 建造出了铁甲 接着是金甲 黄金还是非常容易获得 因为玩家 已经拥有了一个株林农场 现在只需要将这些黄金 变成盔甲就行了 同样也把它们放在木架上 金甲的纹饰看起来非常不错 尤其是红色的这套 看到这里只差三种材料的盔甲了 下一个是钻石 玩家放弃了用盾购机 获取钻石 因为它有一个现成的村民交易所 但是这些村民太贵了 所以他选择 将村民变成僵尸 然后再用药水 将它们变回村民 这样 它们就会降价 最后 他将钻石盔甲 也放在了木架之上 这些盔甲看起来也非常的不错 当然这是玩家用显卡的命换来的 因为它现在只有两针 而在获取下届盔甲之前 还有一种护甲 你可能会想 还有什么盔甲 事实上有一种东西 叫做海龟头盔 这个也可以用文式改变 但要获得这个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你需要等到小海龟 敷出来长大 然后他就会放弃他的龟壳 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小时 但为了加快速度 他给小海龟们 吃了一些科技与狠活 加速了它们的生长 就这样你才能看到 这些各种文式的海龟头 最后玩家将存放在这里的 下界残骸全部收集出来 但由于没有自动收集的方法 所以玩家必须手动 使用大量的TNT来榨取 再次经过两个半小时 他收集到4757个残骸 然后把它和钻石放在一起 锻造得到下界盔甲 同时再摆放到木架上 玩家就将所有的盔甲制作完成了 而这个项目玩家 足足花费了100多个小时 所以他问你们 觉得哪套盔甲好看 因甘地厌倦了普通的基地 所以今天决定用16种不同颜色 建造16种不同的基地 每个基地都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和很酷的隐藏地点 另外 老哥还邀请了朋友 在7天后举行捉迷藏比赛 奖金为1000美元 对于黄色基地 老哥打算用黄色混凝土 金块 竹子 黄色染料 还有黄色潜影盒来建造 因为 FOR THE YELLOW BASE we're making a nuclear bunker and i think these shulker boxes look kind of like a reinforced material alright they're not actually reinforced but now let's create a working door using some gold blocks and some redstone there we go we'll also make all of this area yellow with a nuclear sign on the floor and we'll use bamboo wood and other accessories to decorate the inside of our bunker with the last thing we're adding being only yellow paintings and one of them is going to have a secret hiding place behind it which you can only access like this wow but before i tell you why the next base we're building is the red base and this is basically going to act as red grass 大概就像这个样子 很快这个建筑就完成了 但显然这里太空旷了 老哥打算运来一些红色绵羊 fill it up with red sheep you guys are coming with me look guys it's your new home and to be fair if we get enough of these it should make a pretty good hiding place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 bet my friends one thousand dollars they won't be able to find me and i'm going to be using invis potions and colored chest plates to hide in the different colored bases wait i dyed these sheep red if i breed them again will it give me a red sheep oh my god it actually does what the hell the hide and seek match is going to take place in seven days and last time i did one of these i lost one thousand dollars so this time we need to make the hiding spots as op as possible alright this is a pretty decent hiding place 现在继续转动转盘 下一个颜色是绿色 绿色当然得有草方块 还需要一些树叶 对于绿色 老哥打算建造一个巨大的树屋基地 周围环绕着一个复杂的树叶迷宫 首先老哥需要建造迷宫 尽可能让迷宫复杂一点 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在迷宫中迷路 老哥就能保住他的一千美元吧 根据之前建迷宫的经验 老哥现在也是非常熟练 设计了多处死路 there's another dead end and there's another dead end oh my god i'm making this so hard perfect and i've just realized that if i'm getting chased by my friends later i could run into the maze and easily solve it before them 迷宫建造好了 接下来老哥要开始建造树屋 木头的获取用这个农场就可以了 现在让我们开始建造这个木屋 就这样过了150分钟 树屋大工完成 继续下一个颜色 接下来是深灰色基地 它的样子老哥已经想象好了 老哥打算制作一个 在上一期颜色视频中制作的工厂升级版 首先用深石板砖来为工厂铺设基础 然后放置大量的方块来让寻找者更难追逐 灰色混凝土就非常合适 在另一处开个后门 方便老哥在危险的时候溜走逃跑 接下来将墙壁补齐 老哥顺便建了二层 但第二层如何上去呢 老哥不想构建楼梯 这样这个基地就完全乱了 思来想去 老哥决定建造一个电梯 就像之前颜色视频里面的那个一样 开关的位置要足够隐蔽 这样就可以尽可能拖延时间 两分半后 电梯大工完成 将二层完善一下 将墙壁补齐 就这样灰色基地完美完成嘛 现在让我们继续下一个颜色 我们将写建造了一层的木材 我们也想它有3D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层次的楼上 这一个层楼完成了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看来看来 但继续继续 我觉得这看来很酷 现在来进入 首先我们把这些木材都充断了 完美了! 接下来老哥要给寻找者增加难度 添加大量不同的房间 他们将不得不一一搜索 这将浪费他们大量时间 每个房间都有门 但只有其中一扇门的后面 通往原木小屋第二层的路 来到这里 老哥可以轻松摆脱寻找者的追逐 老哥又设计了另一处逃跑路径 比如你看到的这个秘密书架 And we want to activate it from a secret button somewhere What about here? Yeah that's pretty hard to see Especially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it Then this redstone is connected to the button Which will go into a redstone porch And connect to here So now if we press this button It opens And it closes Is there enough time? Or just about Now we can connect the secret door up with a place That you might not expect But you'll have to wait till the end of the video To see what that is Anyways with some finishing touches That is the brown base complete 接下来是深蓝色基地 老哥打算将这个基地建在水下 建造一台水下潜艇 首先需要做的是将所有的侧面 转换成深蓝色混凝土 然后用蓝色珊瑚装饰一下这里 And if you look very closely I've also added a little coral place for me to hide Without drowning But now in this space down here Let's build the submarine Right I'm not sure how this is gonna look But let's give it a try I think that might be a little bit too big actually Let's just make it a little bit smaller Alright now this bit can be the back of the submarine So we need to build a place for the propeller Just start making it smaller Ow I'm gonna die No No Wait a second That's gonna look a bit wrong Let's not do that Umm Maybe we have squares Does that look like a propeller? I mean kind of So now for the way into the submarine We will create a hole like this Then we'll place some iron trapdoors And we'll have some levers either side of it Oh wait We can't do that Maybe we could have doors that are always open We go inside it And we quickly just drain the water So we don't drown 老哥重新设计了门 还添加了一些窗户 然后在内部分隔房间 每个房间都放置三层的床 而且 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藏身之地 由于高度限制 如果不去细心翻找 根本发现不了 最高的床上居然躺着一个人 最后将那些方块替换成蓝色方块 就这样深蓝色基地完美完成 Which is The light blue base Okay it's going to be a little bit weird Having the two blues next to each other However the first thing we need to do Is Place loads of dirt under the water like this So that we can now drain this water And I'm out of dry sponges Much better Yeah we're probably going to have to do this a few times Now we can cover this entire area With light blue concrete powder Oh my god I'm placing this so fast And I messed up 接下来就要开始构建浅蓝色基地了 对于浅蓝色老哥 想要构建一个空中基地 因为老哥觉得浅蓝色与天空的颜色非常合适 首先让我们搭高上去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建造我们的空中基地了 And you may notice from underneath That it kind of looks like a target Well that's because we're going to use a TNT player launcher To launch ourselves up there So for this we need a bunch of dispensers Which we can craft using some bows That's probably a bit too many bows And now we're also going to need a bunch of TNT That actually should be enough Then we need a little bit of redstone And finally A singular stone button YAY Alright now instead of building this TNT launcher on the floor I want to build it up a little bit higher up in the air And then build some parkour going up to it So first let's build the TNT launcher itself I think this is a decent enough height Alright now we build the base of it Replace these side bits with dispensers Place a fence post in the middle Fill it all up with water And finally we can fill each one of these dispensers With a certain amount of TNT Let's go for seven Now if I want it to work I'll stand on here and click that But we won't press that button now Because I would die I'll explain more later But for now let's build that parkour The idea with this is to make it hard enough That you will fall if you're not concentrating But easy enough that I could run And escape from my friends while doing it This one is definitely a little bit We have to be able to do this So we can escape from my friends And keep a thousand dollars Come on Oh that's a four block jump That's kind of hot That's impossible Alright so we'll add a ladder there And then two there So we have to jump And then hop around Yes Yay Can I do this? Yes I can Alright let's test if we can do the final bit Yes we've done it! An escape! Bang! But I am not gonna click that now Otherwise this would happen But thankfully when I transfer my hardcore world onto a server I can change it to peaceful So it will work like this However this cannon does launch you pretty high So we need to catch ourselves in some way For this I think we should use some water Nice Now if we get rid of this dirt That will be the light blue base complete 距离捉迷藏比赛还有四天 老哥已经完成了七种颜色的基地 下一个基地是紫红色 老哥打算建造一座城堡 很快 这个城堡的建造就完成了 Alright the first feature I want to add Is a bunch of market stalls in the middle And this should just give me some places to hide Okay that's looking decent 另外 老哥还设计了一处藏身之地 利用盔甲架放置了大量皮革盔甲 这在之后的躲猫猫比赛非常有用 重叠之后很难被发现 老哥还设计了一个秘密通道 他同往浅蓝色区域 由于时间问题 后面的基地 无法像前面那样剪辑 因为明天就是老哥女友的生日 I now had eight bases to build in two days So I had to put my embarrassment aside and get back to work The next base I built was the light gray base And for it I decided to build an old mine It was complete with spider webs light gray trees And of course an escape route I then moved on to the purple base Which I decided would be a wizard tower I made the actual tower out of lots of obsidian And then used some crying obsidian To make it feel more alive Then on top of the tower I used layers of purple and magenta glass To create this foggy effect And finally I used chorus plants And piles of purple concrete To decorate the area Conveniently this is also the only way To get on top of the wizard tower So that should definitely be useful later Speaking of the hide and seek match A great place to hide Would be in this giant black skyscraper I decorated the area with a road around it And some silhouettes of cars on the sidewalk Then inside the skyscraper I tried my best to make each level unique With lots of places to hide But if they don't work I could always escape Using the hidden slime blocks down below So now with only five bases left to build Let's focus on making some really good hiding places Next up is the white base So for this I'm gonna need lots of quartz Because I'm gonna build a modern mansion 白色区域老哥用雪建造基地 用白色混凝土 跟石英建造了一座现代别墅 用细雪设计了一处秘密通道 通往密室 密室的出口 直通别墅豪宅 下一个颜色是浅绿 老哥用绿色玻璃 建造了一处大型绿色生态屋 里面有各种植物 竹子 甘蔗 西瓜 还有睡帘 然后是橙色基地 老哥用橙色陶土与岩浆构建 在岩浆下面 老哥还构建了一处秘密基地 Now it's time for the final two bases And whilst building these final bases I actually began to feel excited for the hide and seek match But speaking of it We didn't have long left at all So for the cyan base I decided I was gonna build a campsite With a few sneaky little spots And for the pink base I built a Japanese house Surrounded by pink cherry blossom trees So all 16 bases were now complete 卡尔斯老哥又整新活 这一次的起因是 他在MC中的储藏空间经常爆满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卡尔斯打算建造一个全自动的收纳基地 那么具体可以多自动吗 他甚至可以把你放进去的物品全部分类 通过红石设备 再存储到每一个细分的箱子里 在这个搭建过程中 老哥的精彩操作会层出不穷 甚至具体完工后的效果 会让你惊掉下巴 那么在整场建造开始前 卡尔斯需要先找到一块空地搭建一下框架 而为了响应今天的主题 卡尔斯会将基地搭建成箱子的模样 为此他还需要准备成千上百个不同的方块 用来装饰 为了看起来足够真实 他甚至还专门通过排版软件进行了模拟 随后他马不停蹄地去收集所需的1715个项目 但在收集接下来的去皮原木时 考虑到附魔府在这个过程中 会消耗大量耐久 于是卡尔斯打算通过同时按住鼠标左右键的方式来开采 就这样经过漫长的收集后 卡尔斯又将魔掌伸向了同龄人物 很顺利的收集完后 卡尔斯搭建了一个星标 开始接下来漫长的耗杆时刻 来到下届卡尔斯 开始收集所需要的2010块下届砖 同样的放置星标后 这又将是一场耐力的考验 当收集完毕后 接下来的是橙色右面陶土 而经过刚才两天半的采集后 卡尔斯有点累了 于是他收集好的陶土原料后 将这些筒筒扔到了他之前建造的巨型熔炉中 即将其中处理解决定 即将其中处理解决定 现在将其中处理解决定 现在将其中处理解决定 可以准处理解决定 30个厨房 那应该可以用这些烤的石砖 因为这些烤的石砖 因为它不重要 什么类的石砖 你用了 我并不想拒负任任何其他石砖 那些工厨房 软件进行确认 由于是第一次见 KARS也很紧张 因为一旦疏乎所有方块 都要重新排列 为了尽可能的准确 KARS选择先从箱子的门锁开始填充 接下来的就是箱子周围的一圈深色轮廓 这一部分用到的材料 就是下界砖块和规划 之前的旧轮廓 则会在搭建过程中被替换掉 剩下的就是老哥开始无穷无尽的爆竿时刻 为了节省一下大家的时间 接下来我就快进这个过程 就这样随着KARS产子爆裂后 施工进度终于来到了箱子上盖的部分 Should be a lot simpler But we'll still take a while And the chest is all filled 在超过15个小时的艰辛制作后 箱子的外表总算迎来了军工 KARS的工具也都全部瀕临关溃 从远处看 这个建筑还算完美 如果拿普通的箱子和它对比 你就可以知道 它的体积有多么巨大 而KARS高兴之余 还不忘在基地入口设计上一个防盗门 这全是为了阻止它的朋友从这里偷取物品 现在巨型箱子的外观已经完成 接下来的比搭建更困难的就是内部的建造 开始前KARS先将地板换成了他喜欢的白色 并且计划在中心位置建造分类物品的机器 正如视频之前所说 通过复杂的红石装置 它就可以实现自己分类物品的功能 而围绕装置的剩余空间 老哥将改造出 诸如淋浴间盔甲架等其他有用的设施 在出去收集购所需要的材料后 老哥还为内部的构造设计了一个清单 而这第一步便是将储存的箱子 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上 与旧仓库对比 这里的箱子比原来多出了两倍 现在还需要为这些箱子打上标签 方便区分 随着清单第二项的完成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环节 红石装置的建造 虽然这可能是非常简单的 但其实很简单的 你只需要材料 维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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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 维护装置 进行控制 之后回到上方 再添加一个漏斗 这个机器就算大功造成 假设你现在想单独分类一些肌肉 那么你 只需将背包里的物品 丢入上方的漏斗以后 它就可以过滤掉其他方块 只储存肌肉 而当使用漏斗 再把它们全部串联在一起后 你就得到了一条 可以分类成吨物品的流水线 而因为整个过程 需要依赖大量的红石线路 所以 老哥还需要再去山洞 挖掘一些原材料作为储备 大家都看过 以往甘地建造过的水金字塔 岩浆金字塔 绿宝石金字塔 那你们有见过甘地建造的假墨地吗 浑身是甘的两位老哥 要在生存模式下 建造一个小型墨地 首先 要在主世界挖一个巨大的坑 通过计算 需要利用到十万个TNT 为了防止炸药炸出预期中的形状 于是制作TNT网格 利用红石装置整齐轰炸 但是这个 TNT装置要比这个大一百倍 所需材料资源 基本已经收集完毕 还差六千个红石和六百个发射器 首先就是收集红石 来到突袭农场 只需要在旁边等待几个小时 红石就收集完毕 而发射器收集就有点难度 它们只能一点点手动合成 经过几个小时的操作 资源都收集完工 接下来就是定点深坑位置 甘地先是用钻石钢 挖出一个规则的圆形 地基铲平后 接下来就是装置红石轰炸机 为了不让无辜的墙面被炸 于是在地基周边挖出一条下水道 挖至地下八十层 三个小时过后 往地基周边倒灌水 防止破坏墙面 倒完水之后再把地面挖低 预防炸药反弹 握及到红石装置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红石装置工程 在上方先用泥土围绕成圆形 之后在每个交叉点放上一个发射器 为了加快效率 他们还制作了一个左开关 这样只需要轻轻一拉 红石装置就会同时启动 启动前的最后一步 就是把所有节点填充上炸药 全部完工后 就是最解压最舒适的一步了 统一掉落 统一爆炸 简直不要太舒适 显卡都要咳嗽几声 但是遇到岩浆和谁得暂时施工 因为在两个液体中无法破坏方块 刚说完 就发现一处岩浆 两位甘地下去直接填平塔 随后继续施工 不久后 一个深至80层楼的深坑 展现在眼前了 但是空洞中还有一些方块 没有被削 甘地老哥二话不说直接开干 接下来把不需要的装置就拆除 拆除完后 就需要大量的黑色混泥土 把深坑覆盖住 只需要在一个地方放落混泥土 它们就如同沙子一般自由落体 全部弄好后 整体还不够黑 于是甘地二人开始给混泥土倒灌水 完工后从远处看 就是一个黑洞 看起来特别不珍视 接下来就是把深坑周围的 用泥土包裹起来 整体就有了非常空洞的感觉 下一步就是建造墨地倒了 不得不去真正的墨地搬过来了 还有墨影船 全部收集完后 开始建造迷你版的墨地了 宝宇建造完后 开始完美复刻墨影船 就连墨地的子松植株干地都复刻 一起欣赏一下它们的成品 所周知 在我的世界里 下界是不允许存在水的 但我要告诉你 今天这位甘地 准备将在这个下界里 建造一个巨型水族管 你相信吗 他的初步计划 是将采用玻璃块 围着这个岛屿建造一圈 但事实是 刚建造到第三层的时候 玻璃块就速速告捷 没办法的甘地 只能来到沙漠里 无手挖沙子 忙碌了五小时后的他 还是决定 建造一个沙块农场 因为这个农场能每小时生产78000粒沙子 于是在得到足够的材料之后 甘地又回到了下界 开始了这微不足道的工作量 就这样经过了两天半后 这个巨型的玻璃木墙就完成了 但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因为甘地要想办法 将水从下界里倒出来 于是他想到了 对着岩浆放置发光第一 会将其变为含水的发光第一特性 但效果好像不太一样 思索已久的甘地 忽然想到了 要回到旧版本中才能完成 于是他来到了21W03A版本 他的计划是烟幕这里的下界 然后将这个世界 再发送回线版本之中就能成功 但来到老版本的甘地 寻找了许久 都没有找到他的玻璃木墙 也就是说 甘地辛苦两天半的木墙消失了 但这微量的插曲 甘地从来都不会理睬 因为有理睬的时间 不如再花两天半来 将木墙给重新干出来 就这样 又一座木墙拔地而起 所以 接下来 则是将这个水族馆给装满水 按照之前的方法 甘地收集了大量的发光第一 和建造了一个自动化农场 但首先也还是要先实验一下 就这样一个下界 从来不会出现水的传说被打破了 于是 甘地快马加鞭地 将这个水族馆的头顶 全部灌满了水 然后就准备将这个世界 给带回到现版本 经过几个小时的加载之后 这个叙事待发的水族馆 已出现在这下界之中 所以现在的甘地 要在破水之前 将内部给改造一番 它将里面分成了五个不同的区域 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的特色建筑 第一个区域 甘地直接来到了深邃古城 然后他将这种毫无攻击的守卫 通过传送门 给带到了第一个区域里 并且还为这只坚守者 建造了一个家 更为夸张的是 甘地还将内部给装修成古城一样 就这样第一区域完成了 现在是第二区域 他的计划 是建造一个火山 所以甘地使用石块 搭建出了这个火山的轮廓 然后再往里面添加岩浆 对于处于下界之中 最不缺的就是岩浆 所以他只用了困短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个区域 但这只是刚刚开始 因为第三区域 甘地决定要建造出整个海底神殿 然后在这里面当作他的储藏室 所以这第三个区域也完成了 接下来是第四区域 甘地的计划 是建造一片珊瑚礁地形 以及一艘巨大的轮船 当然还有一辆摩托艇 最后再通过简单的修饰 使得整个水族管 也变得生机勃勃 但甘地还有一个致命问题 那就是在水下太久会掉健康值 这对于一个处在水下的基地来说 是一个主要问题 但好在有一个叫潮涌核心的启动框架 以此来获得潮涌的能量效果 这样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氧气 而合成一个潮涌核心 需要八个鹦鹉螺壳和一个海洋之星 所以甘地又去嘎掉了大量的逆湿 但是嘎了两个小时后 一个鹦鹉螺壳都没掉落 这时甘地查阅资料才发现 这个掉落的几率只有0.8% 也就是说 需要嘎掉1250个逆湿 才会掉落一个 但这根本难不倒甘地 转眼的时间 一台崭新的逆湿农场就拔地而起 这个农场每小时能生产2000个逆湿 而现在则是获得鹦鹉螺壳的最佳时机 再次经过了N个小时后 甘地终于收集到足够的鹦鹉螺壳了 所以接下来甘地则是一鼓作气地 将十座潮涌核心给建造了出来 而现在 它也可以在这个水族馆里呼吸了 并且 这还意味着甘地可以建造它的第五区域 这是专属于它的睡眠区 至此 这个存在于下届的水族馆 也就彻底完成了 现在甘地要邀请它的好朋友 来参观它的水族馆 Welcome to your new base